大陆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先生 他到欧洲去访问 很成功 前后访问了法国 塞尔维亚 匈牙利等 这三个国家 这次习近平到欧洲的访问 欧洲的行 对于当前的国际的局势 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坦白说我是蛮幸运的 因为刚好就在与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到法国访问的时候 我刚好也在法国 我曾经那时候是在巴黎读书 中国国家主席在过去 曾经也去过巴黎访问的时候 我刚好在读书 有一天我放学的时候 刚好看到中国的 这个国家主席的车队 其实当时也觉得蛮开心的 可是这次见证的 却是完全不同的 为什么说我是完全不同呢 因为我是专程到这个法国的总统 马克龙的住处跟办公的地方 就叫做这个香榭榭大道 因此我就到了现场去的时候 刚好开始进行安管了 我也看到好多法国的民众 他们到那个地方 也在那个地方见证这个历史的时刻 我为什么会说这一次 跟我在读书的时候 二十三十年前有很大不同 因为里面有一部最醒目的 而且最大气的最优雅的一辆车 就是红旗的坐车 那这个红旗的坐车一看就知道 是习近平主席的坐车 因为那是中国的骄傲 是中国的标志 也是中国的闪亮的名片 我为什么要花这么段的时间 来谈这个故事呢 其实这代表什么呢 今天的中国跟以前的中国 真的很大的不同 今天的中国在短短的十年内 不但在经济上 最重要是在于科技上 民生科技 军事科技 然后各种新式武器 如雨后春笋般的涌出来 而且直逼的美国 像歼20就已经超过F-35 美国最顶尖的战绩 第三个航母的海事 已经成功了 中国是第二个电池弹射的 而且是第一个 用常规动力 能够进行电池弹射的国家 美国做不到 中国能够造出 全世界最大的船了 韩国日本搞了半天做不出来 中国能够造出 C-919的大飞机了 日本人搞了一二十年做不出来 各位想想 今天的中国 是不是跟以前中国很大不同 除了这个以外 其实今天的中国 跟以前的中国 最大不同的地方 是在于 在国际之间的讲话 坚定有声 全世界绝大部分的国家 站在中国的旁边 美国跟西方的这些国家 他们越加的孤立了 因此美国卯足全力 要把中国压下来 但是中国大陆 要一个一个拆解 所以在战略上 把东北亚 韩国日本 先撂在一边 强化跟东盟的关系 然后提升跟非洲之间的 更紧密的团结在一起 在拉丁美洲这个地方 有所突破 所以拉美目前来讲 越来越紧靠的中国 越来越讨厌那个美国 现在最重要的关键的突破口 那就是欧洲了 那欧洲的突破口里面 当然要思考 第一个 在欧盟里面影响力最大的 因为德国现在的政府 内部混乱不堪 德国的总理 跟他的外交部长 经济部长 国防部长 不同党 不搭掉 在欧洲里面影响力 也日渐衰落 不像梅克尔时代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在欧洲影响力最大的 西班牙跟葡萄牙 跟中国的关系很好 希腊不在话下 匈牙利更是好上加好 那塞尔维亚是欧盟的后任国 这个时候 法国就是突破口了 这次成功的 习近平到法国访问 双方之间有了很多的共识 有了一个联合的记者会 这代表中法的关系 往上走一台阶 所以法国就能够牵制 仇中反中 恨中的冯德莱恩 牵制他 所以这个是战略上的牵制 第二个呢 对于塞尔维亚的拉伸 还有对于匈牙利 在欧盟里面 有一个更大的 一个跟中国更紧密的关系 所以看起来欧盟 冯德莱恩的嚣张气焰 很明显的就减低了不少 这个欧洲 如果能够 再让他慢慢的发酵 美国对中国的围堵的力量 那就降低了很多了 那另外 欧美的国家 想要发动认知作战 来仇中反中的时候 我们看到越来越失败 我讲一个很简单的案例 给各位观众朋友分享 那我就往乡西区大道走 走着走着走着呢 碰到有老师带着一群学生 那这群学生 很明显的是小学生 突然间有几个学生 就用中文 用普通话 说您好 我一听这么标准的北京片子 那我也马上就回答 您也好 他们就好开心 有越来越多的法国人 现在估计有十万的法国人 他们在学习中文 这是好消息 这代表什么 当越来越多人 在学习中文的时候 欧美的国家要搞坏 这个也就是说欧美的政府 要透过政府的力量 对中国大陆发动认知作战的时候 他们的效果将会越来越降低 其实欧洲人很清楚知道 中欧不是敌人 他们也知道 中欧的关系的变化 是政客所搞出来的 因为在地缘政治上 中国从来没有欺负过欧洲 只有欧洲欺负过我们中国人 他们清楚的知道这段历史 另外中欧的贸易 八千八百多亿 这是巨大的贸易 还有一个部分里面 我们看到在欧洲里面 有很多的华人 有很多的中国大陆的移民 所以对于中欧的关系 其实欧洲人 他们抱持的反而是 比较愿意交往的一个态度 更何况他们对于中华文化 是喜爱的 例如说欧洲有很多的贵族 因为我去看过很多城堡 那么有很多贵族 他们在很早的时候 就开始收藏中国的那些文物 他们有些还特别 由他们来画画 画完了以后 再委托商人到中国大陆 去制成为瓷器 然后再运回法国 我讲这段的故事 是告诉各位观众朋友 欧洲人是很愿意 跟中国人做朋友 欧洲对文化的喜爱 远远超过美国人 对文化的喜爱 因为喜爱就会尊重 所以中华文化 其实是很值得 我们再把它发扬光大 透过文化的连结 会使我们中国跟欧洲的关系 往上再走一台阶 对文化的喜爱 请不吝点赞